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威夷大岛发生上百次地震 其中最强的一次发生在当地时间4号中午12点32分左右 震级为李氏6.9级 这也是1975年以来该地发生的最强地震 美国国家气象局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称 地震可能引发部分海域海平面小幅上涨 但不会发生海啸 接连不断的地震 不断喷涌的岩浆 以及火山喷发带来的高浓度二氧化硫气体 三重威胁促使当地多户居民被迫撤离 当地的多家公园和大学也被迫关闭 火山监测部门5号说 因地震而处于喷发状态的夏威夷大岛 基拉维厄火山喷发活动越来越剧烈 而且这种状态还将持续 美国地质探测局5号观测到 在距离基拉维厄火山大约19公里处 又出现了多条熔岩裂缝 由于炽热的岩浆不断从火山口喷涌而出 岩浆不断流动 左道之处引发火情 夏威夷地方政府说 截至5号已确认有五户人家的房屋被毁 所经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可以说美国夏威夷是中国游客非常喜欢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此次夏威夷的地震和火山喷发 对于中国游客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记者联系到多家旅行社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目前在夏威夷旅游的中国游客安全 旅游行程基本正常 我们现在第一线的导游和工作人员 都在联络相关的客人 确保他们在夏威夷安全无忧 逐一地与我们在夏威夷当地 应该是100出头的游客取得了联系 确认他们的这种人身安全 目前来看的话 它的整体旅游情况也不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记者了解到中国游客去夏威夷 最主要集中的目的地是欧湖岛和贸宜岛 去大岛的游客相对较少 目前大岛的火山国家公园暂时关闭 但其他景点及机场航班 交通 酒店等 暂未受到过多影响 携程表示对未来七天内去往夏威夷的游客 实行无损取消行程 钟清旅表示会持续关注后续情况 保障旅客安全 我们也会进一步的这种关注 当地这种地质灾害的这种发展情况 如果有进一步的这种蔓延 或者扩大的一个情况的话 我们会推出相应的这种退改的政策 专家提醒 如外出旅行 遇到地质灾害等突发情况 游客一定要听从导游指挥 自由行的旅客一定要注意当地政府设置的安全标识 不要盲目擅自行动 当地时间5号下午 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下了一场暴雨 这场雨下得又大又急 安卡拉部分城区爆发洪水 导致多人受伤 由于暴雨引发洪水 多辆汽车被卷进来势汹汹的洪水中 躲避不及的人只好爬到车前盖上随波逐流 气象部门原本预报 5号下午安卡拉部分城区 有大约三个小时的降雨过程 可没想到这场雨9分钟就下完了 短时间内的大量降水导致洪水爆发 人们措手不及 据土耳其劳工和社会保障部初步评估 这场暴雨只影响到了安卡拉的马马克区 除了多人受伤外 还有160多辆车和20多家商铺被毁 而近期的巴基斯坦的天气也比较异常 据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介绍 近期巴基斯坦的两个气象站都监测到了 5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极端天气为何会频繁出现呢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报道 近期巴基斯坦的两个气象站都监测到了 5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这是联合国记录中巴基斯坦同期气温的最高记录 进入五月份巴基斯坦的极端高温天气仍在持续 巴基斯坦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三号最高气温高达43摄氏度 当地卫生部门提醒民众尽量留在家中防止中暑 由于气温大幅升高 很多人聚集在饮料店冷饮店门口 2015年卡拉奇也曾遭遇过高温热浪袭击 当时共造成1000多人死亡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 今年巴基斯坦不寻常的高温天气是全球气候变化所导致的 还有更多迹象显示气候变化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比如印度5月2号出现的较往年强度更大的沙尘暴天气 此外在4月初西班牙一气象站监测到了迫记录的二氧化碳浓度 而在4月末白领海的海滨覆盖面积也出现了有记录以来4月份的同期最低值 这些迹象都需要引起人们警惕 再来看一下 根据路透社报道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官员4号发表声明称 该组织的官员将会在下周前往朝鲜 讨论朝方此前提出的有关在朝韩间建立新航线的要求 这份声明称 国际民航组织亚太办事处 以及空中航行局的多名官员将访问朝鲜 就朝鲜建立新航线的要求 以及其他航空安全问题 展开进一步讨论 路透社称 今年2月朝鲜相关方面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 建立朝鲜平壤和韩国仁川之间的新航线的初步请求 由于受到制裁 朝鲜唯一的航空公司高离航空近年已关停了部分国际航线 另据韩联社报道 韩国国防部外交部统一部 以及海洋水产部四部长官 5号前往西部海域北方界线附近的延平岛和白陵岛 就韩朝计划将这一海域打造成和平水域一事 征求当地居民意见 报道称 韩朝在百门店宣言中一致决定将西部海域北方界线一带打造成和平水域 防止突发性军事冲突 确保渔业生产安全 当地时间的5月5号 投资界一年一度的盛会巴菲特股东大会 也就是伯克希尔哈萨为股东大会 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如期举行 在5号当天的世界各地的数万人都赶到现场 聆听巴菲特和搭档芒格的投资经验谈 我现在是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的 这个世界链接会议中心 那么第53届伯克希尔哈萨为股东大会 正在这里召开 那么像这样一场盛会 使我所在的这个能够容纳三四万人的这个会场 变得是座无虚席 巴菲特和王格坐在会场主席台正中央 首先对伯克希尔哈萨为公司 2017年的整体业绩和投资情况 进行了分析和解读 随后他们对股东们和现场人士提出的50多个问题 一一进行了解答 整个问答环节持续了6个小时左右 涉及中国机会 退休与接班人问题 增持苹果与科技股投资 加密货币投资理念等等 有股东向巴菲特提问 有关投资中国市场的问题 巴菲特称 如果我有10亿美金 我可能会去跟美国经济体相当的市场进行投资 因为那些市场可能会更有机会 他说除了中国和美国 你可能不会再到别的国家找到投资的想法 中国市场是年轻而庞大的市场 市场的年龄和有效率的成长是成正比的 而老搭档查理芒格已经在中国找到他可以取得的猎物了 巴菲特还表示 中国股市将会跑赢美股 我感谢他们的方法非常智慧 在他们的方法投资金 过去年 他给了一些小提示 他预计划 他预计划 在未来的经济 所以你从媒体学习很多好的东西 据当地媒体报道 今年的伯克希尔哈萨维股东大会 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超过4万人 仅来自中国的与会者达到数千名 大会还专门为他们设立了 用于观看大会现场直播的分会场 并提供了普通话同声传译服务 而中文是整个大会除英语之外 唯一的外语语言 来奥马哈跟巴菲特学习已经非常多年了 我们这些也带了很多团队的成员来 目的是希望把这样的文化 建立在我们自己公司上面 像巴菲特他对待合伙人的方式 他对投资的专业跟专注 他对整个社会的这种付出 这是我们都想把这些文化放在我们公司里面 巴菲特在全球投资界可以说 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 他的经验分享和教会 对视他为偶像的投资者来说 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来听一下CNBC财经评论人陈茜 在新加坡带来的分析 那在巴菲特市上有三个标签 决定了他在投资界的地位 这分别是投资者 老师和偶像 那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一下原因 那首先从巴菲特作为投资者开始说起 巴佬被称之为股神不是没有原因 那并不是他不会犯错 而是他对长期价值投资的坚持 和自律的执行力 使得其基金伯克希尔哈萨维的 整体回报率在长期总能够跑赢大盘 那我们截取一段历史回报率对比 来看一下巴菲特的一个投资成绩 那这张图表为我们显示了 从1965年到2015年这50年间 伯克希尔哈萨维的每股市场价值回报率 和标普500的指数回报率之间的一个对比图 那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大部分的时间 巴菲特的回报率都非常容易的跑赢大盘 但要注意的一点是跑赢大盘并不是一个困难的事情 而除了巴菲特至今还没有能做到的一个事情是 坚持的多年跑赢大盘 那么在这50年当中 伯克希尔哈萨维通过长期的滚雪求势的积累 将公司每股账面价值由19美元 是滚到了146186美元 总增长超过7500倍 年复合增长率接近20% 扁超标普500指数 在同一阶段的涨幅112倍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巴菲特的第二个角色 老师从生活哲学到投资观念上 能够得到巴佬的指点 是非常多人目美地求的机会 因此每年巴菲特的慈善午餐 就给了投资者这样的一个机会 而我们看到其中不乏中国投资者赢得竞拍 而在市场方面这顿午餐之后 他们相关公司的股价 我提到的相关个股股价 都是在短期内获得了市场大力的追捕 而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个角色 偶像的这个角色 而这个角色也在华尔街上 造成了所谓的巴菲特效应 那意思就是巴菲特买什么 市场就跟着买什么 举个例子 在去年当伯克希尔哈萨维的交易记录显示 在前一个记录当中 公司是大量地加仓了苹果股票 清仓沃尔玛 并且积极地买入航空产业公司的时候 当天的交易结果就显示 苹果公司的股价是上涨创下历史新高 沃尔玛股价下跌 而整个航空板块 从达美航空到新南航空等等 股价都是全线的上涨 2%到3.6%不等 在当地时间4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德克萨斯州 举行的美国步枪协会年会上发表演讲 大肆鼓吹 拥枪可以有效减少暴力犯罪及危害 还拿法国英国近年来发生的恐袭和罪案 当反面教材 这些言论招致法国英国的强烈不满 特朗普说 法国拥有世界最严格的控枪法 在巴黎甚至都没有人持枪 因此在2015年发生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中 几个持枪的恐怖分子就造成数百人死伤 如果当时巴黎市民持有枪支 情况可能会不一样 特朗普的这一说法 遭到了法国人的反驳 特朗普演讲中还夸张地表示 虽然没有枪支 但大量持刀伤人事件 已将位于伦敦市中心的一家医院 变成了遍地鲜血的战区 我刚才读过一个故事 在伦敦中 有超过厉害的枪支 一旦很高兴许的医院 正在中间 对此英国的医生及议员都表示不认同 来自皇家伦敦医院的布罗西 在自己的个人社交平台上写道 减少暴力犯罪 可以通过多种方法 而将合法持枪权 作为解决途径的一种 是毫无依据的 同时他表示 较之刀伤 枪伤更为致命 且更难被治愈 英国议员琼斯抱有相同看法 在去年的5月7号年仅39岁的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 成为法国近60年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 不过在他当选总统一周年即将到来之际 还没有来得及收到国民的鲜花和掌声 倒是先迎来了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古号在警方的严密戒备下 数万人走上法国首都巴黎街头 抗议马克龙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 在古月声中 示威者手持反对马克龙的标语 高呼一年已经够了的口号 他们最初的感谢 对于自己的不得力 我没有选择 而是今天最后的思维 而是这个思维 所以说我们当时人们的挣扎 我们是在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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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行队伍行进到巴士底广场时 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 据报道当时有示威者向一辆媒体采访车投掷石块 警察进入干涉时与示威者发生冲突 警方称至少有八人被逮捕 一名警察受伤 据游行组织方不拘法国运动估计 有16万人参加了5号的游行 而巴黎市政当局称 当天游行的人数为4万 布区法国运动表示 他们正联合工会组织和其他力量 准备在5月26号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虽然马克龙推行改革阻力重重 但有分析人士指出 他这一年来在内政和外交上的成绩可圈可点 内政方面 目前法国的失业率下降 经济增长势头良好 虽然这些亮眼的数字 至少有一部分归功于整个欧洲的经济增长 以及马克龙的前任奥朗德政府时期的一些政策 开始取得成效 但不管怎样 民调显示马克龙的支持率在上升 这与他的两位前任奥朗德和萨科奇 形成鲜明对比 奥朗德和萨科奇都是在上台后不久 支持率就迅速下跌 并且再也没有升上来 外交方面 马克龙就任后 很快邀请了俄罗斯总统普京 和美国总统特朗普 对法国进行了国事访问 前不久 马克龙又访问了美国 尽管在伊核协议和巴黎协定等方面 双方显示出了分歧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 马克龙将法国声音 重新带回到了国际外交舞台上 聚焦公司企业感知经济脉动 这些事情你需要知道 先看耐克召开全体员工会议 首席执行官就企业文化问题 向员工致歉 而无视分析师提问 至特斯拉股价暴跌 马斯克发文致歉 三星电子申请新专利 可折叠全透明手机屏幕 或将面试 在日前的耐克集团总部 召开全体员工会议 耐克的首席执行官马克·帕克 就近期出现了公司内部问题 以及令部分员工感到不适的企业文化 向员工表示道歉 从2006年开始 就担任耐克首席执行官的帕克 对于放任当前企业文化发展 致使一些员工感到被排除在外 且无处申诉 以及未能妥善严肃处理 关于工作环境的投诉的事实 表示歉意 伴随员工及前员工爆料 耐克集团内部男性俱乐部式的企业文化 被逐步曝光 2017年 部分耐克女性员工 曾私下发起一项 针对企业内部管理的调查 并草拟了相关报告 知情人士称 他们的目的是收集 有关男女薪酬公平性的信息 以及公司内部性别歧视等 不妥当行为的指控 今年3月 这份报告就被发到帕克的电子邮箱中 随后发起集团史上最严厉的整顿活动 2017年 有关性别问题 就在硅谷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争论 除了耐克之外 包括谷歌 微软 推特 优步等在内的科技公司 都遭到了存在性别歧视的指控 在这前 特斯拉公布2018年第一季度财报的电话会议上 马斯克因为拒绝回答分析师的提问 导致特斯拉股价暴跌 4号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公开之前 在当天发布的推文中 马斯克表示 自己忽略分析师的提问是十分愚蠢的行为 他说 当分析师们打进电话时 我应该立即回答他们 但同时 马斯克也声明了 自己拒绝回答分析师问题的原因 马斯克称 提问者代表的是主张 看空特斯拉的市场参与者 而不能代表特斯拉的投资者 分析师提出的关于公司资金支出的问题 特斯拉已经在早先的财报和邮件中 给予了回复 至于分析师质疑Model 3市场需求的问题 马斯克表示 目前这款车型的预定量已经达到50万辆 市场需求强劲 无需担忧 日前 马斯克在电话会议中忽略分析师提问的行为 曾一度导致公司市值 蒸发近40亿美元 而马斯克发文致歉后 周五 特斯拉股价收盘上涨约3.4%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三星电子公司已经对可折叠手机屏幕 和透明显示屏等申请了专利 这些最新的科技可能将应用于明年发布的新款智能手机 美国专利商标局近日公布了三星的一系列专利 根据可折叠智能手机的专利图片显示 手机横向摆放时 可以从显示屏中间对折 像钱包一样打开 屏幕对折即可锁定手机 打开屏幕就能解锁 它还可以折叠两次立在桌子上竖屏使用 根据专利细节 手机的折叠并不是通过一个简单的荷叶完成的 而是通过一套折叠系统 包括一个传感器 用户把手指放在传感器上 可以将荷叶折叠到某个预设好的角度 传感器也能探测到手机何时折叠 折叠到何种角度 并做出相应改变 另一个专利是一款用于手机的透明显示屏 据报道 2015年三星曾推出透明显示屏电视 手机透明显示屏可能与这类似 可能会用于增强现实功能 投资消费互为机会 看看有什么样的财富新角度 淘宝圣地英国诺丁山极是陶古董 带你穿越时空感受伦敦文化 而美食正流行 传统小吃便时尚零食 韩国釜山花样鱼糕正流行 再看变形金刚 机器人可以变身为跑车 日本推出现实版的变形金刚 可以说英国是最早提出 创意产业概念的国家之一 创意无处不在 集市更属于此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路途设计者的镜头 去往伦敦三个不同风格的集市 来一场淘宝之旅 今天我们先一起走进伦敦西区的 诺丁山集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英国诺丁山白费戴心 当时还只是一条布满各式 林散果树滩的农场小路 但随着上世纪50年代 一些古董商人及移民的涌入 这条小路逐渐成为了经商宝地 并拥有了伦敦最为知名的集市 诺丁山 大家听说这个名字 可能是源于一部电影 或者是一本书籍 漫步在这条街道上 两旁七彩缤纷的房屋 以及繁忙的集市 每处都是一个故事 当然最好的淘宝之旅 还要从这里的古董生意说起 朱迪的古董店 自1971年开张以来 一直生意不错 它经营着顶级品质的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家具 法国水晶器皿 以及一大批精美的 19世纪雕塑艺术品 朱迪介绍说 她的古董商店 近些年吸引着来自全球的买家 尤其以中国日本的客户为主 平均消费在3000英镑左右 说到最为抢手的古董 她的助理Ritro也为我们做了详细介绍 吉市的主要开放日是每个星期六 但据说很多交易在周五就开始了 在诺丁山书店前 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人前来合影留念 工作人员告诉我 诺丁山集市上的每家店铺 都是历史的一个缩影 在诺丁山的古董商铺闲逛可以回到过去 在街头听一曲绝世乐或许能够穿越到未来 很多游客说每次去的风景都不一样 而正是这些集市将伦敦文化写成精美的故事册 并展现在人们面前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全球美味正流行系列节目 鱼糕是韩国家喻户晓的传统街头小吃 主要是由鱼泥加工而成 在韩国最大的港口城市釜山 丰富的鱼类资源让当地出产的鱼糕全国闻名 接下来我们就去釜山看一看 在这家已经有60多年历史的韩国釜山老字号鱼糕店内 总共有鱼糕热狗 紫菜卷鱼糕 黄金鱼球等40多种商品 外焦里嫩的黄金鱼球现在是这里最有人气的产品 主材料是优质名派鱼 金线鱼等海鱼鱼肉制成的鱼泥 据鱼糕师傅介绍 要把90%的鱼泥和10%的淀粉相混合 这是达到绝佳弹韧口感的黄金比例 再裹入芝士 山芋等馅料油炸 一款色鲜味美 适合配着啤酒吃的黄金鱼球就诞生了 65年间俄宫们正在製造的产品 这种食材料经常在製造的产品 全国民喜欢的产品 健康食品 为了打破鱼糕只是廉价街头小吃的 刻板形象 这家老字号突破性的引入了 西式糕点的经营模式来卖鱼糕 正好符合花样鱼糕较为高端的定位 在釜山总店一层的卖场 设有开放式的厨房 顾客们可以透过玻璃窗 确认卫生状况和制作过程 每逢周末访问人数能达到万人以上 二层还为孩子们设置了 鱼糕披萨制作体验区 由员工手把手教授 如何把鱼泥铺成披萨饼的形状 再撒上洋葱 甜椒和芝士等 牢牢抓住了儿童消费者的心 据统计花样鱼糕的日均销量为三万多个 根据添加蔬菜肉类等食材的不同 售价在一千到五千韩元之间 约合人民币六到三十元 这家老字号去年的销售额 较四年前猛增了十倍 不仅如此 其他企业也相继推出了新式鱼糕 目前以花样鱼糕为代表的 新式鱼糕的市场规模 已经突破一千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六亿元 预计今后还将继续为 韩国的鱼糕行业注入新活力 再来看到 变形金刚和机动战士高达 可谓是许多人儿时的记忆 五号下午在日本立木县 举行了一场大型户外车展活动当中 有一款可以变身为跑车的机器人 就首次和公众见面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现在我身后就是刚刚公开的 现实版变形金刚 可以看到它的高度是比一层楼还要高 造型也是相当的威猛 那据研发人员介绍呢 它全身上下是共有49个关节 从头部到腰部 双手双脚都可以灵活自如的运动 这款现实版变形金刚 由创作多部机器人主题的 日本动画设计师协助完成 花费三年时间重金打造 它站立时高3.7米 重约1.7吨 矿体材料以铝合金为主 可以在一分钟之内 就变成一辆长4米高1.4米的跑车 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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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変形する玩具が目の前で 本当に実現されたみたいで すごいかっこよかったです 日本ではよくロボットが活躍するアニメが たくさんあって それが実現化しているので ぜひ子どもに見せたいなと思いました 工作人員可以在駕驶舱内 对这款机器人发出指令 实现模式切換等各类操作 在直立模式下 机器人能够抬起双脚 缓慢步行 便行为车辆后 可以搭载两人乘坐 依靠锂电池驱动 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60公里 据悉 这款机器人 由日本软银旗下的一家子公司 携手日本国内的 另外两家机器人制造商 共同开发 据研发人员介绍 目前这款机器人主要面向 各大主题乐园 开展机体展示及游客体验活动 今後将利用相关技术 为飞行汽车等下一代 城市移动工具的开发应用 提供新的思路 再来看看在瑞典 哈尔姆斯塔德举行的 2018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 当地时间5号 中国女子乒乓球队 以3比1击败了日本队 实现四连馆 这也是中国女拼 第21次捧起拷笔轮杯 对阵2号种子日本队 中国队派出了丁宁 刘诗文和钟宇林的组合 日本队则依旧是石川家纯 搭配两名小将 伊藤美成和平野美女 第一个登场的刘诗文 此前发挥一直稳定 但在决赛中 还是有不小的压力 最终苦战五局 惜败给17岁的伊藤美成 第二场比赛 大满贯得主丁宁 以11比6 12比10 13比11 直落三局 战胜世界排名第6的平野美女 为中国队翻评大比分 第三场 世界排名第2的朱宇林 和世界排名第3的石川家纯之间的争夺 本应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 但场面却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 朱宇林最终11比4 11比7 11比8战胜对手 随后再度登场 对阵平野美女的刘诗文 找回了状态 前两局以两个11比6取胜 第三局更是在最后时刻连夺4分 赢下比赛的同时 也帮助中国队成功未免 当地时间5号傍晚 英超曼联俱乐部发表声明说 红膜前主帅76岁的福格森 突发脑溢血 被送往曼彻斯特一家医院之后 立刻接受了紧急手术治疗 事发后 曼联官方发表声明表示 福格森的手术进行得非常好 但他需要一段时间的特别护理 才可能康复 有英国媒体援引内部人士的话 报道说 福格森被送往医院时 情况非常危急 福格森上一次公开露面 是4月29号曼联主场 对阵阿森纳的比赛前 他向阿森纳主教练温格 赠送了一个纪念奖杯 当时他笑容满面 看起来身体没有任何异常 福格森现年76岁 他1974年开启教练生涯 并于1986年出任曼联主帅 在曼联26年的执教生涯中 一共帅队赢得了38座奖杯 2013年5月 福格森从曼联主教练的位置上退休 但是他仍在俱乐部内 任职并担任大使 并参与到曼联的一些选帅工作中 福格森曾慧眼识珠 并细心培养出数位顶级球星 福格森住院的消息传出后 远在西班牙的C罗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 两人曼联时代的合影 为福格森送去祝福 退役求星贝克汉姆 以及曼城阿森纳切尔西 等多家英超豪门 也纷纷发文 祝福格森早日康复 最近在天津滨海 候鸟迁徙迎来高峰期 节目的最后 一起来欣赏一下 候鸟齐飞的壮观场景 关注国际财经报道 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